嗯 看来是认真在工作 好吧 我就原谅你 当前女友已读不回讯息时 一心一意想追回对方的吴嘉佑 只好找上门 并串透对方的闺蜜 制造出浪漫惊喜 丁丁哦 确实是比较窄一点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这么难追 现在我都已经凶多吉少了 可以请你抱回个忙吗 准备好对方爱吃的鰻鱼饭 抓住他的胃在掌控他的心 拥有小金秀贤之称的卢彦泽 与女型杨琴曾出演同一部剧 不过当时两人没有对上 如今终于碰上还出演恋爱桥端 期待啊 那时候最美牌仗 然后看到本人的时候就是 哇 好漂亮哦 然后终于要合作很期待很期待 然后相处之后 像一个大男生一样 然后很漂亮 超漂亮的 当杨琴一走近 卢彦泽马上改口 两人在戏力爱得浓烈 戏外也衍生出好交情 不过卢彦泽也爆料 其实杨琴很爱不读不悔他 常常被伙伴以读不悔 比如说我问他说 明天这场戏 我们就会讨论 然后就传一个讯息 隔天早上才回 连以读都不以读 这更扯 然后就会让你等很久 像我另外一半 直接在公司上班 我会午休时间 有一次是直接到他公司楼下 然后直接问他说 我们下来吃饭 我直接在他出去吃饭 坦彦自己走浪漫路线 如果喜欢一个人 就会旁敲侧击身边好友 得知对方喜好 并在节庆当天送上礼物 卢彦泽幽默又甜蜜的男友形象 让人不得不爱 TVBS新闻 陈文宏 赵佩宇 台北报道 大家好 我们是机智校园生活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面对所有挑战都超有 猴虎气势 2022虎年来了 厚厚厚厚厉想厚 茄子蛋 武坚勤 高尔轩 19组大咖亲笔祝福 快上TVBS官网抢哦